最近我有个朋友在外国留学 他问我没有办法可以继续回来香港看播和ViuTV 而刚好最近播剧的时候 我刚好又要继续去外国的网络去看Netflix 今天和大家一起试一下 用VPN继续去外国的地区去看当地的影片 对于跨区看片这件事 我想大家都不陌生的了 就是用VPN Virtual Pipeline Network 去由自己的IP地区 架装成其他地区的IP 从而解锁当地才可以看得到的影片 对于VPN的服务 其实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大家可以上网看谁适合自己多些 这次就用本次影片的赞助商 Iversy VPN 和大家实际试一次的设计 Iversy VPN 全球拥有超过5,700个伺服器 遍布在全球超过100个地区 给用户可以连接到很多不同的地区 支援大量的平台 大部分我们平时用到的iOS Android Mac 和Windows 等等都可以安装得到 5年的计划只需要每个月1美元 就可以用到一个帐户 去连接10个装置去使用VPN服务 亦都有分割通道技术 当你同时需要用到本地网络去看片 特定程式需要连接外地的网络的时候 这个功能会帮到你做分流 稍后大家看完影片的时候 如果需要购买Iversy VPN 的服务 我放连接在资讯栏上 大家可以上去看 事不宜迟 我们来看看怎样去连接外国看片 以Netflix 为例 关于你怎样知道什么电影 在哪个地区限定 大家可以上UNOGS 这个网站查询 大家看到暂时在我拍片的时间 2022年5月的时候 Netflix 最多片源应该是捷克的 有总共7000多条片 而香港暂时只有5700条片而已 首先在电脑安装了Iversy VPN 这个程式 有些人下载这个程式会被防毒软件禁 如果遇到这个情况 需要暂时暂停防毒软件 如果你是用手机程式的话 iOS 就在App Store 就找到 如果Android 的话 就要单APK 档 首先来到Iversy VPN 的介面 第一页可以透过选择国家或城市 再按中间的开关去做连接 第二页就是下载用的服务 第三页就是网上平台串流播放服务用 它会有专用串流软件用的VPN伺服器 里面你会看到一些比较热门的Netflix 伺服器 里面还有其他软件例如Amazon Prime Video HBO 等等 你可以预先将一些伺服器 设为常用的伺服器 方便你之后做连接 另外设定那里可以设置Multiport 上网看Netflix想减少被Block 的情况可以开 接着就是设置Speed Tunneling 的页面 将你想做Speed Tunneling 的浏览器放进去 当你连接了伺服器之后 例如我连了做美国伺服器 再上Edge 进入Netflix 由于Netflix会有机制透过你的Cookies 记录 去看你的使用地区 如果看到不对的话可能会Block 了你 所以你可以先进入设置 清除了Cookies 然后在In Private 的页面进入Netflix 进入之后你会看到你的Netflix页面已经是美国版面了 再试试其他地区 例如日本、加拿大都可以的 接着我自己试试播片 由于用VPN 其实很多时候你会看看 就会被Netflix那边Block 了你 所以我想试试 能否看完整条片是最稳定的 例如我去试看哈利波特 由于地区上只有土耳其和德国 这两个就不是Streaming Service 里面的伺服器 我自己开了Multiport的情况去看 可能要重连几次 不过都可以看完整条片 接着再试试用它有Streaming Service 的伺服器 例如日本 试试播放怪兽与他们的产地 可以播放到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而不被Block 所以这个功能是会有帮助到减少VPN被Block 的情况 而当被Block 的时候可以出去连接 就可以再看久一点 我的测试下大概一部电影 在高峰时段大概从三四次去看完一部电影 这部份预计如果VPN的伺服器越多 可以提供更多IP的话 你用来看Netflix被Block 的次数会少一点 所以如果跟一些免费的VPN伺服器相比 这些收快的VPN服务 照计会有个相对上容易完成Netflix看片的任务 除了以上Netflix的需要 还有其他需要可以用VPN去达成 例如你在外地或这些移民 你想回来香港网络看ViuTV LOW等等你在香港才能看到的平台 你也可以用这个程式去达成 就着这个需要 我特意叫了我身处澳洲的朋友 去试试回来看ViuTV和看Block 在它的测试下 这个VPN程式都顺利 另外的需要就是 如果有一些其他的线上播放平台 你用VPN转过那边的网络都可以看到 还有一些我曾经需要用到VPN的服务 就是当一些新的游戏在香港未有得玩 但在韩国、日本或其他地方都已经有得玩的时候 我可以用VPN连去那边的网络去玩一只游戏 今天帮大家试用了VPN连接其他地区看片 大家如果主要买来看Netflix的话 但又不肯定看不看得到 会不会很容易被Block Iversy VPN有30天的退款保证 其实你也可以照买来试试 最多不适合用或用不到做你需要做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退回钱 今次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 下次再见 我是Wallace 喜欢我的视频就按个订阅键 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片的时候就会通知大家 拜拜